其实啊,这学徒我呀,倒知道这景泰皇帝他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啊,我这身的骨还行啊我 我又年轻,我再生个仨俩的也不得成问题 再辛苦辛苦呗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咱们聊的是景泰皇帝朱祁玉 为什么没能埋进十三陵 今天啊,咱们聊聊这景泰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明实录里记载啊,这景泰皇帝是病死的 可是他最为录里说啊,这景泰皇帝可不是病死的 是他哥哥朱祁镇派个太监给勒死的 咱们呢,都是历史的看客 谁也没经过,谁也没看见 所以今儿在这儿啊,咱们只能是捋捋这个 咱们一块呢,掰扯掰扯,分析分析 这咱们就得说说,这明英宗啊,他为什么要独门之变 为什么一定要趁着自己弟弟病重的时候 搞这次宫廷政变呢 有人说不是吧,这景泰八年 正月十六的那天晚上 曹吉祥,徐又珍,还有这石亨 从南宫大门破门人入以后 才把整个计划告诉给明英宗朱祁镇 石亨是谁啊,石亨是他弟弟手底下的红人啊 这徐又珍呢,他压根就不认识 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轻信了这些并不熟悉的人 和他们一起搞宫廷政变吗 那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啊,石亨曹吉祥 他们早就把这个计划啊,透露给了在南宫当中的朱祁镇 也就是说啊,这明英宗啊,他早就有准备 自从被瓦剌放回来以后啊 这明英宗啊,可能一直也没有想法再次登基,做一次天子 直到啊,有这么一件事发生了 景泰皇帝朱祁玉,这一辈子啊,可能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对这皇位啊,他没够 他不但自己当了皇帝不说啊 他还一定要把太子的位置留给自己的儿子 于是啊,他就违背了当年他登基之时和他奶奶张太皇太后的约定 在景泰三年的时候,他废掉了六岁的太子朱建深 这朱建深呢,那可是明英宗的儿子 他立了自己的亲儿子五岁的朱建记为太子 可是要说啊,这事啊,他就是这么的不顺序 转过点来啊,太子朱建记得天花死了 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建议了 说这皇上啊,您干脆您还啊,把这朱建深立为太子得了 要是这样呢,还能保证这皇位啊,在张皇帝一脉 张皇帝是谁啊? 这张皇帝啊,就是朱祁镇朱祁玉的爸爸 明宣宗朱瞻基 您要是立一个藩王的儿子做太子 那么这皇位啊,就偏了支了 所以啊,还是英宗皇帝的儿子朱建深跟您的血缘关系尽 可是不知道这景泰皇帝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驳回了这位大臣的建议 跟这大臣说啊,以后这个事儿不许再提啊 其实啊,这学徒我呀,倒知道这景泰皇帝他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啊,我这身的骨还行啊我啊 我又年轻,我再生个仨俩的也不得成问题 再辛苦辛苦呗 可是这人别和天斗 从景泰七年开始啊 这戴宗皇帝啊,这身的骨就一天不如一天 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到了年根底下呀,终于是病倒了 爬不起炕了 这皇上一病重啊,这大臣们可坐不住了 又把这立太子的事儿啊,提到了义城上 有的大臣说呀,还是立这遗王朱建身 可是有的大臣他担心呢 说这皇上啊,他不乐意立遗王 还是商量商量找一个外藩的亲王来做皇帝吧 这大臣们啊,当然是着急立个皇上 可是啊,至于谁来做这个皇上 大臣们倒是无所谓 因为谁做天子啊,他们都是一样的,当差吃饭 这会儿啊,要说真着急 那就是那在南宫当中的朱祁镇,那位英宗皇帝了 自打这太子朱建计一死啊 这明英宗心里算唠唠听了 左不齐,还是我儿子朱建身做太子呗 早晚有一天,我儿子当了皇帝 那我还能老窝在这南宫里吗 我这挺大的明英宗朱祁镇 我不能整天去在南宫里边没事生孩子玩啊 咱们挨这插一句啊 据这明石鹿记载啊,明英宗在南宫一共待了七年 这七年啊,没干别的 竟生孩子玩了 一共啊,生了九啊 所以呢,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啊 这英宗在南宫的日子啊 其实他不错 可是啊,这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朱建身 到底能不能当上皇帝 还是个未知数 您说这英宗他能不着急吗 真要是赢了个外藩当皇帝 我这个犯过错误的皇大爷 别说放出去重获自由了 能不能保住命啊,都是一回事 正在瞌睡的时候啊 他有人给送枕头来了 石亨,徐又真,曹吉祥 这几个投机分子啊,来找英宗了 他们可不是怕这个皇位啊,旁落他人 他们是想啊,借着这个机会 在政治上啊,给自己大捞一笔 这明英宗一想啊 得嘞,今儿就是今儿了,干吧 于是呢,就有了这夺门之变 谁想啊,不非一兵一卒 他还就成功了 他怎么就这么容易呢 其实啊,在这儿啊,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说呀,是大臣们 要说这大臣呢,好歹也是跟了景太皇帝八年了 别说动刀枪了 徐又真一声喊 太上皇复位 这帮的大臣呢,就立刻跪下朝贺新军了 其实这也好理解,这太上皇是谁啊 太上皇啊,是宣宗的嫡子 戴宗的亲哥哥 本来呀,人家就是皇帝 要没有土宝之变啊 这皇帝啊,本来就是朱祁镇 再有朱祁镇做皇帝 总比来一个不知道什么脾气的外翻墙 最重要的一点啊 大伙也都知道 没有太后的支持啊 这政变也成功不了 这太后最后的防线呢 那肯定就是这景太皇帝啊 他已然病得不行了 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啊 就是这景太皇帝啊 这会儿啊,真的病得不轻了 他连跑到这金鸾殿上来 拨乱反正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大胆假设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朱祁镇能够出现在金鸾殿上 一声怒吓 我看呢,大局还是能够控制得住的 无奈啊 据说这景太皇帝得知哥哥复辟的事啊 只有冷笑三声的力气 就继续昏色过去了 那么这明英宗到底是想不想杀弟弟 嗯? 他不想啊 这弟弟朱祁玉啊 虽然把自己关在南宫整七年 可是呢 在这七年当中啊 对自己啊 还算过得去 吃喝用度这供给啊 还算跟得上 并且呢 还有自己的嫔妃伺候着 这七年当中啊 也没耽误 呱唧呱唧 生孩子 英宗也根本不想背上一个杀弟弟的恶名 最好啊 您这景太天子啊 戴宗皇帝朱祁玉啊 自生自灭 在后宫啊 一口气上不来 死了拉倒 这大伙啊 就都省心了 你那啊 有献成建好了的灵 把你忘了一床 咱们这事就算翻篇了 可是啊 他有的人不这么说呀 这明代啊 有个官叫陆毅 写了本书呢 叫病毅曼记 这其中就提到啊 这景地啊 是让一个叫蒋安的太监勒死的 不过呀 这陆毅啊 他可是正德年间的人 这里边啊 他差着好几辈子人呢 我参考的是这么一本书 叫水冬日记 这是一位啊 参加过复辟的大臣 叶胜写的书 这里边呢 说到这么一件事 这英宗复辟的两三天以后啊 在文华殿召见这文武大臣 喜伤眉梢的对诸臣说呀 这弟弟好矣 吃粥矣 事故无欲弟弟 小人坏之耳 就是说呀 我这弟弟好了 会吃粥了 这弟弟对我不好啊 不是弟弟的主意 是因为啊 背后他有坏人 听到这啊 就有人纳闷了 这英宗到底是希望弟弟死啊 他还是不希望弟弟死啊 这英宗当时啊 肯定是这么想的 这皇位啊 我已然是到手了 你啊 死呢 咱们就风光大葬 按皇帝里 把你埋进十三陵 当然那会儿啊 还不叫十三陵呢 还叫天寿山 皇陵 这样呢 就算你啊 善未给我 咱们哥俩都落一拳脸 对外说出去 他也好听不是 你要是不死呢 哎 你还别死 你不是关了我七年吗 我也照方装药 把你圈进起来 弟弟啊 弟弟 你最好是长寿点 让你啊 亲眼看看 我们父子爷们是怎么做皇帝的 可是弟弟 你既然要是活了呢 这皇上 咱们可就别当了 这朝廷里边 不能有俩皇上啊 你是弟弟 我也不能封你个太上皇不是 干脆咱们来绝得不 于是啊 在二月初一 这英宗呢 就以孙太后的名义 下了一道遗址 在遗址当中啊 隶属这景太皇帝 四条罪状 一共啊 就八个字 不孝 不涕 不仁 不义 抓了他这么几条罪棍啊 就废除了他的帝王尊号 迁居到西院 降为了成王 这四个罪名里啊 最有意思的 就是不涕 什么叫不涕啊 不涕啊 就是对哥哥一点都不好 那么景太皇帝 这病情是真有好转了吗 哪啊 按老百姓的说法啊 这叫回光粉照 二月十九日 也就是在政变后的一个月 景太皇帝啊 终于撒手人寰 西去聊 因为死的时候 你已然不是皇帝了 是成王 所以呢 只能埋在 玉泉山北路的金山口 要说这英宗朱祁镇呢 还是有一点点恨他弟弟 给他弟弟死后的嗜好啊 叫利 这利是什么意思 就是乖章有罪的意思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 于谦值得歌颂和纪念的话 那么景太皇帝同样值得纪念 在那次 有外族侵略的北京保卫战当中 冲锋陷阵的肯定是将军们 指挥战斗 运筹帷幄的是 于谦 于少保 不过给予他们决策上和政治上支持的 那肯定就是景太皇帝 因为带领着人民 打赢了外来侵略战争的皇帝 那必然是一位值得我们称颂 我们纪念的好皇帝 历史是公平的 有这种想法的人呢 他可不止我一个 我呀 是微不足道的 这明宪宗 成化皇帝 他也这么想 他是谁啊 他就是让景太帝 立了废 废了立的那位太子爷 大侄子 朱建深 大明成化 十一年十二月 宪宗皇帝 恢复了自己的皇叔 朱祁裕的皇帝尊号 圣旨中 肯定了景太皇帝 保全国土 功在社稷 北京保卫战当中 一位关键的人物 明代宗 景太帝 朱祁裕的故事啊 咱们就算讲完了 不过呀 咱们这个系列呀 还有很多的人物 故事要讲 还是那句话 您要是乐意听啊 我就乐意说 这大坑呢 咱们挨着个的田 留言区啊 您告诉我一声 我准备准备啊 接着给您讲故事 我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温馨提示 长按点赞 很重要 得嘞 今儿啊 咱们就到这儿 明儿见